周海妹离世已经有一个月了 离开的那一刻她走得那么匆匆 没有留下只言片语 只不过周海妹的后事已经处理完成 家人带着她的骨灰回到了香港 也明确表示会在香港找一块风水宝地 安葬周海妹 而根据周海妹家人的最新消息称 周海妹已经安葬了 但是由于一些客观因素 不方便对外透露女方的安葬地点 估计以后悼念她的只剩下周海妹的家人了吧 据了解 周海妹在香港出生 她的父母都是商人 自小跟着外公外婆长大 她家中有一名姐姐及两个弟弟 弟弟出生后 她负责洗尿布做腐蚀 承担大量家务 因此逐渐养成独立坚强的性格 周海妹虽然在内地生活了二十多年 但她始终把香港视为自己的第一故乡 她在香港出生成长出道 也在香港结识了许多好友和恋人 如今她安葬在香港